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 美国真的想和沙特拉伯搞好关系 大家都知道 沙特拉伯在中国的拉拢之下 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大的侮辱 因为沙特拉伯不扭 和美国的关系都算是 盟友或者友好国家 不是说现在可以和伊朗敌对 可以有好的海交关系 伊朗就和美国敌对 美国经常都在制裁伊朗 又说他有防止他发展核武 然后就要世界其他国家 全世界都一起要制裁伊朗 我也说了很多次 你制裁伊朗就是你的事 你不和他做生意就是你的事 你没理由阻止其他国家和伊朗做生意 你说真的发展核武 是不是你自己会把你自己国家的导弹 消毁了 是不是全部都消毁了 你自己有核武 但是又不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呢 其实这个也说不通的 其他国家有权去发展自己的国防实力 就是做一个智慧 所以呢 其实呢 由日一开始呢 美国制裁伊朗 其实都已经是不合理的了 所以整个华为曼晚舟事件 都是不合理的 因为华为曼晚舟被指 旗下的公司 通过某些交易 和伊朗那边有生意来往 所以后来就直接找加拿大帮忙 赶紧与曼晚舟 扣留了 也已经2年了 我忘记了 然后再释放这件事也搞得很大 整个过程我也说了很多次 你看美国这个霸权主义 你在这里就要是全世界都你发生 你和谁不正确 就要其他国家也要跟你一起去制裁 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当中国拉拢美国的盟友沙特拉伯和伊朗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这个在美国的外交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挫折 而美国一直都想跟沙特拉伯的关系会更加拉近 但是自从发生了沙特拉伯约记者在大使馆里被杀 美国和沙特拉伯的关系很紧张 紧张到是什么呢?就是拜登曾经说沙特拉伯是一个战云的国家 一方面可以说是激怒了沙特拉伯 所以在去年7月的时候 当俄乌战事开始了大概几个月 全世界的石油供应是紧张 当时拜登是亲自飞去沙特拉伯见沙特拉伯的王柱 要求他增加石油产量 当时王柱说拜登来我就接见你了 但是对拜登的要求 比如要求他增加石油产量 王柱完全不理 所以当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 拜登的中东痕可以说碰了棉灰 也没有办法说服到沙特拉伯的产生 现在的环境发展到是什么呢? 沙特越来越靠近中国、伊朗 甚至乎俄罗斯那边的关系都一直是这样改善 但是跟西方的关系 或者跟美国的关系 其实是恶化了 所以美国整天都在想想 如何拉拢沙特拉伯 所以比如说在今次伊巴衝突爆发之后 其实美国一直都是支持以色列 不理其他很多伊斯兰国家的反对 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其实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它在中东里等于是美国的代理由 所以美国不可以连以色列的盟友在中东都失去 所以一定要支持以色列 支持以色列的话 在中东 它希望可以通过以色列 可以拉拢沙特拉伯和沙特拉伯的关系 改善 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美国不断继续供应武器给以色列 虽然很多国家都觉得 以色列在加沙特拉伯的轰炸 人道主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但是美国也没有办法 都要支持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在中东太重要了 好了 我今天想说第一个题目 就是说一说 美国最近做了什么 有个新闻 有个图给大家看看 这图是财联社的 财联社的图是一架轰炸机 它的题目就是 10500枚炸弹将发货 中东敏感时刻来临 在美国解除对沙特拉伯进攻性武器的禁授令 这个财联社是8月14日 就是昨天的报道 就说沙特拉伯和美国的官员透露 美国政府将会在未来几个月 向沙特拉伯运送价值超过7亿5000万美元的炸弹 从而消除禁令 这是2021年开始的 当时美国政府因为沙特拉伯在也门发动的 惩罚性战争 因此停止向沙特运送进攻性武器 本来这批炸弹一共是10500枚 一早美国已经答应要卖给沙特拉伯 一直都各自了 不卖 这批炸弹包括什么呢 就是3000枚的GBU-39小直径炸弹 以及7500枚的Polo-4型的炸弹 这里10500枚现在就好了 有机会解禁了 公开资料显示GBU-39小直径炸弹 是一种250磅的导引炸弹 可以由远处发射 进行一些所谓的城市环境的精准打击 这些炸弹体积是小的 250磅一个都小 这些炸弹相对来说是小的 重量算是轻 所以每一架战机可以攀带更多 这些算是小型的炸弹 所以可以在一次军炸机的作战旅程中 可以带更多炸弹 可以攻击更多目标 这里共有3000枚 美国就准备卖给沙特拉伯 这3000枚的GBU-39小直径炸弹 价值大概是2.9亿美元 至于另一种是Polo-4炸弹 就是采用GPS或者激光制度的高精准炸弹 它滑翔的飞行距离是超过30公里 就具备一定的防空打击区域以外的发动集击的能力 它可以在对方防空领域之外发动 这个飞弹可以飞30公里这么远 这里一共有7500枚 这叫做Polo-4炸弹 总值大概是4.6800万美元 两者加上总值是7.5万美元 现在美国准备向沙特拉伯发货 这些炸弹对沙特拉伯来说 空军是相当之有帮助的 分析指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呢 应该就是 他觉得现在的形势来说 不可以了 一定要跟沙特拉伯的关系重拾旧好 这次10500枚炸弹的运送 就突显了 白宫现在在中东敏感的时候 就希望可以跟沙特拉伯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关系 那其实近几个月 拜登政府都在做事 就是他起草了一个 跟沙特拉伯的新的防务条约 就讨论为沙特拉伯提供更加多的核能 就是发展核能 就是发展核能关联的一些资料 或者计划 就是沙特都想发展核能 就是除了买多些的轰炸机 买多些炸弹之外 核能方面都想发展 那现在美国正在重新和沙特 草议一个所谓新的防务条约 加强合作 其实另一件事 美国也需要沙特拉伯去帮助 因为他现在在尼巴战争当中 他继续支持以色列武器 给以色列 但是他一直都叫以色列停火 至少在人道危机方面 至少要杀停他 因为现在基本上全世界其他国家 都在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特地带的种族灭绝行为 是不能接受的 现在已经超过4万个巴勒斯坦人死亡 当中有六七成是妇女和儿童 这是全世界都在指责的极度恶劣行动 所以美国其实都想以色列停一停 他需要沙特拉伯在中东帮忙 推动尼巴战争停火 也试图促成以色列 跟沙特在外交上有进展 因为沙特其实是代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一个相当大影响力的国家 如果美国可以跟沙特的外交关系会改善的话 对于整个中东形势 对美国来说是可以挽回一些失利 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失利的 所以今次对沙特来说 重新可以卖10500枚炸弹给沙特 他希望可以跟沙特的关系更加改善 而沙特的空军可以利用 之前已经帮美国买了一些战斗机 相信应该是F-16 一些舊的战斗比较旧 不知道F-35会不会卖给他 总之 将来如果今次打开了禁令 开始卖10500枚炸弹 有理由相信未来几年 美国会向沙特拉伯 卖更加多的新型的战斗机 相信到时F-35也有机会卖给他 大致上第一个题目就是说这个 很明显看到美国现在很紧张 在中东的形势发展 第二个题目就是说沙特拉伯本身 沙特拉伯本身也有很多想法 因为这个国家就是因为石油而自负 而且是有钱得很紧 所以他们一直在想 不可以全世界靠石油去发展 首先石油都有耗尽的一日 石油资源 第二就是现在全世界的趋势 就是少一些用石化的能源 多一些用新能源 遲早对于石油的依赖 是会减少 所以沙特拉伯本身既然是这么富有 他们一直在想 这个政府也算是聪明 他们在想究竟未来的方向是怎样 所以在2016年 沙特拉伯本发布了一个 所谓2030年圆景 列出了300个具体的转型项目 转型的目标和项目 就要改变过去极度依赖石油的经济格局 那就其实以往沙特太过依赖石油 因为一直都集中精力去 去建多一些转油台 或者是发展新的技术去转心一些 去拿油 就是更加有效率去拿石油出来 那你接着拿了一些石油出来 就靠买石油 就可以整个国家致富 那变成了 做懒了 做懒了人 那变成了错失了 很多整个国家在工业化 和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下 失了很多机遇 就是有很多东西 本来沙特拉伯可以发展 他都没有这么做 那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地缘政治这么复杂 跟着又地球暖化 环保 那就是没有办法 就不让沙特重新去想一想 不可以再依赖石油 那就是要想一想其他东西了 那在这个所谓2030年远景 列出了三百多项的发展的转型目标 那一听到转型 转型就是做一些新的东西 那做一些新的东西 顽固全世界现在的大趋势发展 究竟是什么呢 那大家都想到 一定是新能源的发展 可能是AI的发展 那就是所谓的绿色能源 就是新能源包括绿色能源 就是可能包括 如果在沙特地 可能是太阳能的发电 光伏发电 会是比较着重的 那甚至乎可能 将来有发展到核能发电都不顶 那至于其他的 大家会想到是AI关联 就是科技创新的东西 那还有就是基础建设 就是始终沙特特地是沙漠地大 那基础建设很重要 那大家会想到 如何建设一些海水化碳厂 那或者建一些 渡公路 甚至乎是沙漠绿化 那说了这么多东西 新的板块发展 那大家立刻会联想到 如果我是沙特特特特 拿着这么多钱 立刻想到 肯定是和中国合作 那绿色能源 AI 基础建设 不找中国合作 找谁 那所以呢 今天想讲第二个题目就是沙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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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在图片上看到PIF和中国农业银行签约 在某些项目上 PIF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沙特拉伯主权投资基金 它位列全世界第九名 所管理的总资产高达9250亿美元 这个是相当大的主权基金 另外一个沙特的重要投资组织 就是他的石油巨头沙特亚美 沙特亚美,亚美已经上市了 现在有没有机会来香港第二上市呢 我相信香港政府都很想去争取 甚至中国政府都很想 香港的港交所可以争取到 沙特亚美来香港第二上市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有机会是可以激活中东的资金 更加多来投资香港的股市 也是可以带来很多的 或者其他外资的基金 通过香港股市投资 中东关联的股票 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开始 好了,再继续说沙特亚美 沙特亚美上市之后 现在他的最大的作用 除了他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 不是玩游戏的游戏 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他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陆上油田 沙特亚美每一年赚的钱是相当于三间的工商银行 或者四间的农业银行所赚的钱 现在工商银行通常一年都赚过1000亿人民币 就是说沙特亚美每一年是赚起码三四千亿人民币 的相当的价钱 就是相当的费值的钱 如果美元计算是三千亿四千亿人民币 就是除了七 有大概是四五百亿美元的利润 就是沙特亚美每年赚的钱 每年一间公司大到可以赚四五百亿美元 当然很多资金可以去想一下 这些钱赚回来之后出路是怎样 根据资料显示 沙特亚美是在2023年对中国投资最多的外斯企业之一 他在去年以246亿元收购了荣城石化 一成股权 这个应该是人民币 246亿人民币 跟浙江石化达成每天供应48万桶石油的20年的合约 这个合约是价值122亿美元 这个合约不是122亿美元 是另一个项目 是122亿美元 就是和北方工业 和盘錦阴城 成立合资公司 这个合资公司每天可以生产30万桶 大型的煉油化工 沙特亚美就卖石油给他 他就提煉 每天就可以提煉到30万桶 根据经济学人 英国经济学人的资料报导 他说未来十年 中国的石化产业 应该可以再吸引到 大概是1000亿美元的 沙特拉伯的投资 未来十年 就是每年大概平均100亿美元 都很夸张 只是沙特拉伯 这个沙特拉伯这个投资 都很夸张 好了 说完沙特拉伯 就说回PIF 这个主权基金 这个主权基金 就在截至去年的7月为止 就已经在中国投资 投资了大概是220亿美元 那就是那个布局是包括什么呢 新能源 和科技 和汽车 这些领域 新能源主要是和 远景科技 精科能源 TCL等等合作 成立这个企业 推动沙特清洁能源转型 当中涉及这个风电装置 光伏电池组件等等的项目 那另外沙特 这个是那个最大的电力公司 就叫做ACWA 也是PIF 是控制的 那也是致力发展这个 再新能源 那在科技领域 就是 当然是有机会 投资这个新能源汽车 那样 就不过没有说哪个企业 金融方面 PIF 就和这个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等等 就成立这个战略合作伙伴 那就是一起合作的 那这个就是大致上是沙特 现在在 为什么要重仓在中国 重仓在中国 重大投资在中国 在哪些领域 和通过PIF 和沙特艾美 两个机构 去投资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呢 其实 看回 沙特这个 这个鸿途大计 2030年 愿景 大家会想一想 如果真的要做得好的话 正好 就和中国的 一带一路 大家互相畅和 中国发展一带一路 沙特一带 发展2030年 愿景 双方 在这样的 倡议上 其实就等于是一拍即合 那可以说 攜手在很多方面 都可以合作 所以也是为什么沙特一带 这么看重 就是中国投资 因为他觉得 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 很多的项目 其实都可以沙特参与 那 就 现在来说 譬如中国在 这个光伏产业 大家知道太阳能发电 现在那个多晶龟产能 中国已经是占到全世界的 93%市占率 那光伏这个设备也是超过九成 都是中国的市占率是占有的 而新能源汽车里面也是可以说火速发展 现在中国已经是占全世界新能源汽车的产量 大概是六成以上 而且势头越来越增加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说要发展光伏 太阳能 发展新能源汽车 就是不跟中国合作 那跟谁合作呢 那就很明显了 近年来 事实上随着 中美和中欧之间的贸易磨擦 不断升级 跟着地缘政治法的因素 发展到很混乱 而欧美企业 就是经常都有一个口号 就是争取什么口号 叫中国加一战略布局 什么叫中国加一呢 就是说 当这些欧美的企业 跟外国的企业合作的时候 或者跟中国企业合作之后 他们其实不断在想 就说 除了我跟中国合作之外 如果一直跟中国合作 我就很依靠中国唯一的供应链 一旦跟中国有什么磨擦 那这个供应链就大受影响了 所以他经常都在想 这些欧美的国家也好 企业也好 他经常都在想 不如在中国之外 找多一个加一的供应链 可能是越南 可能是印度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经常都会听到 欧美的外资就说 我们要想中国加一这个战略 不要只靠中国才行 所以正正这个中国加一的战略 就是欧美的态度 既然欧美的态度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 不得不就是寻求多些其他的伙伴 中东是一个相当好的来源 东盟是一个相当好的来源 其他可能是世界南部的国家 可能是非洲 或者是南美洲 或者是中美洲 甚至乎部分的太平洋岛国 接下来就是澳洲 新西兰 这些基本上 就是中国现在 特别是着重发展 如果你不是这么 依赖欧美的话 跟其他世界的其他国家合作 一样是有一个不错的 发展势头 而且中国在我刚才所说的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的发电 基建方面 科技方面 其实很多方面 已经是着着领先 所以在科技方面 我们看到沙特原来 已经跟联想 有相当好的合作 联想 在今年五月 联想集团 获得PIF 其下的公司 投资144亿元 一个战略投资 要求联想 在沙特阿拉伯 设立地区总部 布置相关的生产设施 大家知道联想 现在在个人电脑方面 发展是 Lenovo 发展是相当好 很多品牌 越来越受注目 还有AI方面 联想 算是AI 人工智能 其中一个参与者 所以 其实 如果 提到这件事 看到这个新闻 我想起 其实联想的股票 股价 是跑赢了 香港恒生指数很多 也是有个原因 就是 为何联想股价 升得这么好 原来 沙特对 联想的投资 和联想的合作 或者联想将会在沙特 设立地区总部 这是一个相当 好的发展势头 又一次例子 证明 虽然港股 是比较低迷 但也有机会 炒股不炒市 如果你选对那只股票 看它的发展方向 如果你选到联想 过去那两三年的回报 是比恒生指数好很多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特别是卢社长和我 有关中国的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 谢谢观看